妹妹好 我叫段嘉许 我们俩长得像吗 所有在那儿 你要不去照照镜子 谁跟你长得像 是吗 那为什么刚妹妹问我 是不是整容了 丧志 几年没见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我帮我哥来办宿舍 我知道 他跟我说了 怎么只偷我的东西了 这是 这是你的吗 我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 我要是知道这是你的 我不会碰你 什么叫知道是我的 就不会碰了 小朋友 你有没有良心啊 我之前帮你的大忙 你不记得了 没有 这个娃娃 你要是喜欢就拿着玩 跟你开玩笑的 我已经高二了 我不玩娃娃了现在 好啊 那我就扔了 那 那我可以玩一会儿玩 快点吧 都要饿死了 他打工这么辛苦 我还做麻烦呢 我应该还有一个瘦了呀 你还有瘦的时候吗 不是我撑了我真的瘦了 怎么上车半天也不喊人呐 嗯 哥哥 哥哥好什么 就是哥哥 哦 哥哥好帅啊 哪里帅 不帅吗 那为什么一看见我 就脸红啊 哎呀 要不要脸的 总是这样 算认 你们记彼得上次体测的时候 我跑一千米 我跑完了 我那儿喘呢 哎呀 这个家伙过来了 跟我说 哎呀 你怎么一见到哥哥就脸红啊 我当时我差点 我就爱上了 想吃什么 我要一个 红豆双皮奶 一个叶质细米露 好 你点的是哪一个 叶质细米露 还少我一块 还少我一块 没有少啊 你偷看了我那么多次 如果给你白看 那我多吃亏啊 怪不得你这儿没客人 因为你开着的是家黑店 我多剩你一块钱 成黑店了 我又没有偷看你 好啊 是哥哥胡说八道 哥哥还能真收你钱啊 你留着 自己买糖吃 那不行 你在这儿上班 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我要是不给你钱 你怎么赚钱 你把钱拿回去 这么理直气壮 你现在是高中生 不可以早恋 我没有 我没有早恋 你真的没有 你刚刚不是在偷听 你没有听到我跟他说 要好好学习 不要想别的 不过也是 青春既有这些想法也很正常 但是你现在的任务 是要好好学习 不能分心 我都说了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相信你 不过丧志 有人欣赏你 也是件好事 你可以先谢谢他的欣赏 然后再委婉地拒绝他 但是你不能伤害他 我没有伤害他 我看他刚刚都哭鼻子了 他哭鼻子是因为 他从小就爱哭鼻子 我跟他从小打架 都是他先哭的 你还打架呢 怪不得 天天被人叫家长 没有天天 就 一次两次等三次 别人要收我勒索高中生了 不是勒索 那刚刚吃了天平 本来就要给钱的 什么天平要吃这么多钱啊 你真把哥哥这儿当黑店啊 小朋友 你怎么吃个东西 吃得跟河豚一样啊 你才像河豚吗 是吗 那你给我一个 我给你表演一个帅气的河豚 你要我点脸啊 吃我这个吧 别在这儿骗小妹妹了 干 我们留着自己吃吧 右下 右下 也不是右下啊 你说一下 左上试试 上 左上 对了 不是 对了 对了 你怎么会帅的阿豚啊 我是她就说出来 你派我们打游戏跟爸妈告状吧 我 我没有 就是有个同学 他说我哥哥很帅 那我总不能派你吧 我派你我不是很丢人 那你还不是跟爸妈告状呢 你先回来 拿来看看 刚刚拍的照片 怎么了 我看看拍得难不难看 不然给你多拍几张吗 你不是说 想给同学们看一个帅气的哥哥吗 我怎么能让你丢脸吧 不 不是要上课吗 赶紧上课吧 听你哥说 有网练啊 怎么认识他 说给我听听 你也没必要这么八卦吧 我关心一下你怎么了 让我别谈恋爱 自己把他谈上了 他这样说 应该是相信我喜欢的 是那个不存在的网友吧 所以是你那个小男朋友 让你去找他的 多大年纪啊 大学快毕业 你说他多大 先不说别的 这么久没见也不叫人 加许哥 过来这边玩啊 是要我过生日 军事什么时候结束了 上个月中旬就要结束了 国庆七天假也不知道找我 上课去了 放假你上课 我说错了 兼职去了 兼职 是啊 我以前也要兼职 我除了兼职 还要去帮你见老师 给你写作业送你去上学 小八眼老 小朋友没点良性 也挺好的 骂我东西 骂我啊 也是 你今晚好像也就见了我这么一个老公的东西 不是在说你 那是在说谁 就随便说说 那你跟我说说 是什么人能让你这么骂 我也想听听 是 教学哥 其实 也不用这么八卦的 等等 你不是说 要跟你同学一起回去吗 走吧 老东西送你回学校 喂 教学哥 下周末可以 但是我还不确定 具体什么时候有空 没关系的 反正按照你的时间来就可以了 行 对了 到时候我顺便带你去修一下手机 修手机 为什么要修手机 你手机不是坏了吗 我手机没有坏啊 我还以为你手机坏了呢 连个你字都答不出来 这个您字从哪儿猫出来的 以前也没见对我这么尊敬 一口一个您字 我想起来了 这个您字的意思 是不是心上的你啊 是吗 嘉许哥 是这样的 是我爸爸跟我说的 比跟我大五岁以上的人说话 就得嘉尊臣 就得说您 我记得嘉许哥就是比我大五岁 对 你虽然声音是听起来很年轻 不过 不过年纪骗不了人 你确实不年轻了 我要忘了 拜拜 好 等一下 喂 我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想起来 想起来的表情是假装真的 又塞得像小河豚一样 放智儿 我在电影院门口 你到了吗 你好 睡不着啊 睡不着啊 是不是因为语音没听完啊 嘉许哥 你干吗装睡啊 我只是没说话 装睡 那就是装睡 还偷听别人说话 偷听 是谁把语音放出来的 小小年纪还学会碰瓷吗 我不跟你说了 我先睡了 晚安 我跟他们关系都蛮好的 只是因为今天他们去中心工厂 参加跨年倒计时 我觉得人多 而且以后太冷了 我不想出门 那我一叫你就出来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 是因为我本来就欠你一顿饭 我今天要是不来的话 你就会觉得我在赖照 不想请你吃饭 我说那个话只是开玩笑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刚刚给的早餐 这是牛肉汉堡啊 这是牛肉汉堡啊 你吃不了 我吃吧啊 对不起啊 佳旭哥 昨天是吐到你身上 对吗 不是我在做梦吧 不是我在做梦吧 你很饿吗 嗯 不饿 要不你把我弄脏的那个衣服 你给我 我弄干净的再还给你 昨天晚上喝了不少 没关系 我知道你喝多了今天难受 吃点水果 等会儿到了机场 再给你买点热的喝 谢谢 老师 喝多的 来吧 Lah 喝多了 在雨 回来 酱